新的一周来看看世界单打排名的变化情况 本周开始的马德里赛事是一战男女球员同时参赛的高级别赛事 不过在开赛前依然有不少的球员宣布退赛 男子球员方面尽管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此前已经宣布退赛 但是一个消息是无论世界第二阿尔卡拉斯在马德里赛能否夺冠 在排名上都不会反超德约 塞尔维亚人将继续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 本周德约的积分为7135分 扣除他去年在马德里进入四强获得的360分 竞积分为6775分 同样阿尔卡拉斯扣除去年在马德里夺冠所获的积分之后 还剩下5780分 这样一来 德约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将继续稳居世界第一 保持世界第一的周数将来到第385周 不过在马德里赛之后 接着举行的罗马大师赛 南丹世界第一之争将进入白热化 去年塞尔维亚人在罗马赛夺冠获得1000分 而阿尔卡拉斯则因为右脚踝受伤提前退赛 也就是说 如果今年德约缺席罗马赛 而阿尔卡拉斯选择参加 那么南丹世界第一的位置很可能发生变更 此外 前世界第一梅德维杰夫 去年因为复古勾手术先后错过了 马德里和罗马赛 今年也有可能在近期争夺世界第一的位置 转向WTA 波兰名将斯瓦泰克 上周在斯图加特赛夺冠 目前积分为8985分 遥遥领先女单世界第二萨巴伦卡2000多分 考虑到去年斯瓦泰克因伤缺席马德里赛 因此接下来他将会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而萨巴伦卡去年在马德里赛首轮爆冷出局 仅获得10分 对于星科奥王女单冠军而言 他在马德里赛也有不错的涨分空间 总的来说 尽管目前男女单打世界第一的竞争非常激烈 但是近两周时间内没有发生一主的可能 另外 从其他球员的排名来看 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比如美国选手汤米·保罗单打排名 来到世界第17 刷新了职业生涯新高 凭借上周在ATP250巴尼亚卢卡夺冠 拉约为其本周的单打排名上升30位 来到世界第40 前美网冠军蒂姆在慕尼黑赛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之后 单打排名重返世界前100 从第101位升至第93位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无理去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录